贵妃安 贵妃安 听说昨儿 永和宫里的太医 跑进跑出的 皇上也去了 你离那儿近 知道何事吗 贵妃一向消息灵通 我还想问您呢 本宫还以为 贤妃那儿春色常住 一日也不落下 皇上自会告诉你 这谁啊 皇上欣赏的 就这么碎了 就一只玉钗而已 皇上赏得还少吗 小家子气 看清楚是谁了吗 看背影像是俗云 应该是没场在 主儿 别气恼了 别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坐下吧 谢皇后娘娘 谢皇后娘娘 今儿怎么来晚了呀 回皇后娘娘的话 方才从长街过来 主儿 不知被谁的碾叫冲撞了 人差点扭了 连皇上赏得碧玉钗也跌碎了 臣妾当时实在不敢计较 怕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可还是晚了 请娘娘见谅 你无大碍就好 那没看清是谁撞的吗 奴婢看着 仿佛是没常在 方才是冒失了 差点撞到贵妃 你现在知道撞着本宫了 方才怎么逃得像一箭方似的 本该停下来给贵妃致歉 只是有桩要紧事 不得不先来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对不住了 至于爹了皇上赏得碧玉钗 您到贫妾宫里随便挑选 陪您几支都不要紧 你是在跟本宫说笑吗 昨日夜里永和宫就闹了一宿 今日又如此无礼 你别以为皇上宠着你 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禀皇后娘娘 臣妾昨夜偶感腹痛 皇上传了太医来看 说是臣妾玉玺 已然有身孕了 这么快啊 不算快了 臣妾服侍皇上已有半年 若是半年都还无身孕 那定是臣妾无福 梅强在 你快坐吧 谢皇后娘娘 这可是大喜事 只是若是玉玺怎么会腹痛啊 太医说臣妾玉玺才越愉 臣妾体质寒凉 胎儿体热有所冲撞才会腹痛 其实也无妨 臣妾也是因为 着急将这件事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冲撞了贵妃 也不敢停留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 得了 才有了身孕 仔细些便好 万一磕了碰了 小心丢了这份福气 好容易得来的福气 怎么会就这么丢了呢 有贵妃庇佑 贫妾和孩子的福气还长着呢 没长在 你这是头胎 要格外小心 本宫会多拨些人过去伺候你 缺什么药什么尽管来说 这十月怀胎辛苦着呢 不过这辛苦也是福气 是 贫妾看贤妃娘娘抚养大阿哥 费心尽力 这不是亲生的都让且如此 若是亲生的 该何等艰辛啊 还是贵妃福气好啊 这没生养的人 总是看上去年轻些 你 好了 这有孩子的固然高兴 没孩子的也不必急 你们早晚 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没长在这胎来得好啊 若是个皇子 可是皇上登记后的第一子呢 那可是大贵之子 成家贵人吉言了 本宫这儿也有桩喜事 要告诉大家 莲心 奴婢在 这满宫里的丫头 本宫最疼的就是莲心 皇上说了 要把莲心许给养心殿的 副总管太监王清 婚期就在中秋后 皇后娘娘 奴婢不想成婚 本宫知道你忠心 所以才怕你嫁得好 你的嫁妆 本宫会加倍给你 皇后娘娘 莲心 王清 王清 忠义你取酒 这门亲事 是求也求不来的好姻缘 你可不能辜负了 皇上对你的疼惜 娘娘 皇后娘娘慈爱 临心高兴地 话都说不出来了 奴婢先带她下去了 好 皇后娘娘真是慈爱敏下 是啊 王清可是皇上眼前的大红人 这门姻缘 配得上莲心 现在最要紧的 是梅长在腹中的龙胎 梅长在 你可要好好修养 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是 江南水患让皇上忧心 好几日都不来后宫了 朕得日啊 就瞧了梅长在 都说 帝王登基之后 第一个皇子是贵子 朕高兴 来 如意啊 陪朕一起喝一杯 臣妾敬皇上一杯 皇上知道吗 皇后娘娘要把莲心 取配给王清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臣妾只是觉得 好好的女孩子家 嫁给一个太监 可惜了 那是皇后好心 让他们两个好有些照应 所以朕就允了 皇后贤惠 但朕也知道 你和贵妃之间 她更偏爱贵妃 所以皇后的事情 你也少沾染 对你有益 贵妃自然有贵妃的好处 皇上 在这儿咱不说别人 你还有这儿小心眼儿 皇上的心啊 分两半 一半在前朝 一半在后宫 这后宫 大半呢 给了太后和皇寺 小半给了妻妾 在妻妾这一半呢 嫔妃们各自都分了一点 皇上今天在臣妾这儿 要是还说别人 那臣妾不就连 芝麻点儿大都沾不上了 朕知道你受委屈了 朕还年轻 朝中那些大臣呢 都是曾经根治先帝的老臣 他们呢 在朝中个个都有权势 朕得一一治理他们 以免他们说闲话 所以呢 这一阵子 皇宫朕比较少来 为了孝心和敌政 朕必须要多去看看太后 还有皇后 臣妾明白 臣妾不能怨 怨了就是不理解皇上的难处 臣妾当然想皇上来 最好来了就不要走了 但是臣妾也明白 皇上是天下的皇上 这是真话了 在后宫里啊 嫔妃们呢 各自有各自的好处 可有一件 是她们没有 只有你有的 什么 是一份直爽 这份直爽 是对着朕的 从初见到现在 从未变过 直爽不是后妃之德 这算什么 这好处啊 是夫妻之间的 朕懂 朕也珍惜 这延禧宫 虽然朕不一定能偿来 但你总在朕的心里 而不是在这宫里 快点儿 姐姐 等等 你才从小厨房出来 一身的油蜜子味 也配到皇上跟前伺候 你们跟我走 好 皇上 主 这道安子水晶块 是皇上最喜欢的 主啊 一早就吩咐小厨房做好了 差半分 都做不成 这水晶剔透的样子 这道荷花蒸鸭斧 是专用了 不肥不瘦的鸭斧肉 吃起来最是杏梁去火 这道糖醋贵于 酸甜可口 醉于下饭饮酒 还有一道 碧糯加藕 口味清甜 也象征着皇上和煮啊 加藕天成 蜜里调油 这菜的心思啊 都是你煮的 可是啊 他嘴上从来不肯说 是奴婢多嘴了 我们主是个实心人 惦记着皇上的心存在那儿 说不出来 要是奴婢也不说的话 只怕我们主的痴心 更是没人知道了 你也算是会说话之人了 没想到你底下的丫头 一个塞一个机灵 朕记得 阿若跟了你好几年了 阿若是臣妾的陪嫁 仗着伺候臣妾多年 这话就不好好地 在舌头底下蹲着了 没事 平常说话热热闹闹的 开心一点儿 朕也挺喜欢的 既然皇上抬举你 你就留下来不才伺候了 是 这原本啊 朕不想说前朝的事情 可看到这偶啊 朕的心里又开心了 这江南连年水灾 百姓颠沛流离 一直是朝廷的心头大患 先帝年年想治水 也剥了银两去铸造堤坝 可这堤坝软得像豆腐一样 怎么也挡不住洪水 江南风光虽好 也挡不住夏天的大水 但今年呢 淮淫支县管修堤坝 建得好 防住了洪水 百姓安乐 是把朝廷派下去的银子 都用上了 淮淫啊 年年年都有水灾 这个支县既能管世 又能治水 朕哪 该好好嘉奖它 能替皇上分忧 当然得好好嘉奖 这个支县叫什么 锁绸伦贵夺 香红其出身 朕想着它 要是能实实在在地治水 也是个有用的人才 朕可以奉它为支付 奴婢谢皇上隆恩 贵夺是阿弱的阿玛 这么巧啊 正夸了半天 原来女儿在这儿啊 好 先起来 谢皇上 阿弱 你阿玛在外头替朕尽心 你呢 在后宫好好伺候着 自己啊 也能熬出个眉目来的 那皇上的意思 是会替阿弱 许一个好人家 嗯 那臣妾替阿弱 谢过皇上 阿弱有没有这个造化 还得看他自己 奴婢一定尽心伺候 索欣 虽然我和你都是 伺候主的宫女 但我是主的陪嫁 我阿玛又得皇上夸奖 从今往后啊 我与你便更是不同了 知道 这样大的喜事 恭喜姐姐了 这杏花粉就是好 铺在脸上可养人了 是我阿玛特意从外头烧给我的 出了一身的汗 唉 你去打水来给我擦身子吧 还有 拿艾草好好熏熏 可别让蚊子咬着我 是 剑坯子 活该伺候的 宫女的衣裳真是素敬 越看越寒酸 偏连鞋子上也不让绣花 原来姐姐 你新做的衣裳已经到了 好看得很呢 我已经给你放在你的衣柜里了 是吗 索欣 好看吗 好看 很衬姐姐的肤色呢 是吗 那我就将就穿这件吧 那姐姐抓紧穿戴 我去服侍主起身了 去吧 朕还记得 在前邸的时候 你经常替枕梳头发 你这必发的是什么水啊 好像不是平常用的 鱼叶刨花水啊 这种花水啊 是配了乌鲸肥子 造脚 几位中药 再加上梅花里的血水 配以茉莉 枝子调香 常常用这种水梳头 会使头发乌黑健忘 这人们都说啊 白头到老 这要是经常用你这花水梳头 那岂不是咱们要 黑头到老了 不许白头 皇上 你惯会笑话臣妾的 岁月虽长 但慢慢携手同行 总会有白发齐眉 香邪到老的时候 来日不知何许长 到时候臣妾鸡皮鹤发 皇上都不愿意看臣妾了 等到你鸡皮鹤发 朕也鸡皮鹤发了 这才叫做真正的相看 两不厌呢 只要皇上愿意 臣妾愿意陪皇上 一直走下去 多久多远都一直走下去 皇上快起架吧 别晚了 索欣阿若怎么还没来照应 奴婢去催催 阿若姐姐 阿若洗洗主教你呢 就好了催什么 够好看了 不思寻常贡女 反倒像一位格格呢 这样才合我的身份 皇上起架 阿若姐姐快一点吧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好 来 皇阿玛带你去尚书房 顺便问问你师父 你功课如何 好 没常在有喜了 朕打算封她为贵人 不过 朕跟盼着你 男孩女孩朕都喜欢 臣妾恭送皇上 阿若 好 小姐姐 你怎么可能 乱福 不过 我 咱